台中市一名三岁的红姓小妹妹 语言发展迟缓 无法说出完整的句子 经常哭闹 而这语言能力就如同一岁的小孩 让父母是相当困扰 在接受医师建议 每天花费20分钟亲子共读之后 这半年之后已经有了明显改善了 而医师也提醒了 透过亲子共读 可以加强语言认知跟发展 也增进亲子之间的交流 三岁的红小妹妹只会说 单字叠字和用手笔画 语言能力如同一岁孩童 由于语言能力跟不上情绪表达 经常哭闹 让家人相当困扰 就医后发现有语言发展迟缓现象 因此医师建议家长 每天花一定时间亲子共读 一刚开始我其实有建议妈妈 可能考虑要去做语言的复健跟早聊 但是就是我们半年的努力下 其实孩子在半年后 他自然而然就已经有句子的组合出现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就 让那个孩子其实可以在家庭 这样子比较自然的环境下 那就把语言的状态给恢复得很好 小妹妹跟着医师慢慢理解 儿童绘本故事的内容 医师强调六个月大的幼儿 可选用有触感的儿童绘本 一岁后可以选择色彩缤纷找东西 听从指令的内容 等到二到三岁大时 可以透过生活情绪表达的图书 逐步培养观察和自理能力 爸爸妈妈除了生活当中简单的词汇以外 书本可以带来比较多不一样词汇的刺激 跟变化跟组合 因为一般我们总不可能跟孩子说 哇你看那湖面真是波光灵循啊 这样 我们不可能用这样子的词汇去描述一件事情 但是书本会 所以对孩子的语言刺激的部分 他会提供比较多智慧的丰富程度 经过半年后 红小妹妹的语言能力已经进步到两岁半的程度 医师表示亲子共读是最经济实惠 又能增强孩童五感发展的方式 透过一问一答的互动式对话 不但增加语言认知的刺激和发展 也增进和父母之间交流的机会 记者张伟林台中采访报道